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夜情能给男女彼此带来什么呢 一夜情的发生是因为生活中的无形压力和一些外在的原因 也有很多人发生一夜情是为了发泄彼此之间信誉的一个途径 用一夜情的方式来寻找刺激的一种方式 现如今的男女来说 发生一夜情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有人认为一夜情只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一个生理需求 并没有什么 但是你知道一夜情能给你带来什么危害吗 一时缓解的焦力 一夜情只能一时缓解某种焦力和压抑 切不能永久地加以缓解 换言之 一夜情在满足着一个人的肉体 欲望的同时 也在欺骗着一个人的心灵 由此 那种指望一夜情后 男女会产生感情 甚至带来婚姻的想法 大多都是在自欺欺人的 一夜情会造成个人的诸多危机 比如道德危机 对于忠欲的自我谴责 尤其是对于有家庭的人而言 一夜情在心理上是一种新鲜的调料 但更能引发自我心理危机和家庭的危机 一夜情带来心理的危害 另外性的欲望 大多都是受到影响 事实是需要发泄的 而女性的欲望 则更多受到大脑的影响 需要充分的铺垫 所以呢 男性在一夜情中 寻求的是刺激和新鲜 而女性则寻求的是感情和希望 换言之 男性尝试一夜情 其结局大多是一个圆点 性是起点 也是一个终点 而女性尝试一夜情呢 其结局则大多都是三角形 性 性 情 自我保护 三条线 各省一边 一夜情的发生 使男女发现性意的一个途径 现在很多人寻找刺激的一种方式 不过 现在一夜情已经成了人们 见怪不怪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点击订阅 加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